直播吧 8月18日训 1992年8月18日,凯尔特人球星大鸟拉里伯德宣布退役,结束了他13年的NBA生涯。 伯德在1978年NBA选秀中,于第一轮第六位被波士顿凯尔特人队选中,之后继续在大学就读一年。 1979年正式进入NBA,在13年的职业生涯全部效力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,新秀赛季当选NBA年度最佳新秀。 职业生涯三夺NBA总冠军,三次荣英NBA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,MVP,两次荣英NBA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,FMVP,十二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。 并在1982年,当选NBA全明星MVP,九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一阵,1990年入选NBA最佳阵容二阵,三次入选NBA最佳防守阵容二阵。 1986年当选年度最佳运动员,1986-1988年三年联装NBA全明星三分大赛冠军。 1992年,波德代表美国南蓝梦一队,获得巴塞罗那奥运会金牌。 同年8月18日,波德正式宣布退役。 1993年,凯尔特人队退役了波德的33号球衣。 1996年NBA诞生50周年之际,波德入选NBA官方武师大巨星。 1998年,入选篮球名人堂。 1998年、平前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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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